买好东西 许念念带着许志强来到一家中医馆 这家中医馆开在一条很深的巷子里 许念念之所以会到这里来 还是因为路上问了好多人 巷子的尽头是一处不大不小的院落 独立的老式屋宅 里面还停着一辆军用吉普 许念念没啥废子 怕许志强跟着进去露馅 赶紧道 志强你在外面等我 姐去一会儿就回来 许志强以为许念念是怕她看到她现在的样子 体贴得道 嗯 姐你去吧 许念念这才进了院子 吴老 你看我这情况怎么样 禁于面色平静地望着对面的老人 英俊的脸透着严肃 吴老收回了手 我知道让你离开部队不太可能 不过至少得休养一两个月 让我给你好好调理 要那么久 禁于皱眉 他哪里闲得住啊 吴老正要说话 这时候外面传了一道轻快的脚步声 禁于赶紧抬手指住吴老接下来的话 没多久 外面就传了一道软绵绵的声音 请问有人吗 那声音软软绵绵 低迷撩人 禁于只听了一句 眉头立刻深深地皱起来 哪里来的不正经的女人呢 说话这么软媚 是为了勾引人吗 因为是不认识的人 所以 许念念到这里来 说话也没有刻意地压着声音 只是 话一出口 他就被惊讶到了 下意识捂住了嘴巴 这声音 怎么比之前更撩人了 酥软的声音 带着一股软浓的腔调 能听的人浑身酥麻 许念念自己就酥麻了 乖乖啊 这声音 是要撩死人的节奏啊 半天没有听到有人回答 许念念试着往里屋走 里屋没有门 只有一串门帘 隔着门帘 许念念看见里面有两个人 一个背对着他 身穿军装的男人 以及面对着他的一个老人 老人看见他过来 笑容和蔼 小姑娘 你是来看病的吧 先进来 许念念看见 那个背对着他的军人 正在扣扭扣 犹豫地问了一句 我方便进来吗 吴老看了一眼 已经把扣子扣好的禁欲 知道许念念是避嫌 笑着道 没事 他已经好了 禁欲扣好扣子 既然吴老这里还有病人 他就不打扰了 吴老 告辞 说完 禁欲起身就要离开 许念念正好从外面进来 两人面对面朝对方走过来 许念念一看到这张脸 瞬间就震惊了 瞪大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禁欲明显感受到他的眼神变化 脚步停顿 多看了女人一眼 女人从头到尾 包裹得严严实实 就连手上都戴着粗不缝制的手套 整体看起来都挺普通的 却唯独那双眼睛漂亮得过分 明亮的双眼又大又圆 像会说话 眼里头含着一汪春水 打眼一看 那双眼睛泛着盈盈秋波 眼底透着一股子魅惑风情 很妖艳的一双眼睛 但与那妖艳的双眼不一样 她黑白分明的眼珠里头 透露着无辜与干净 这是一双怎么样的眼睛呢 妖娆中带着唇洁 魅惑中又透着无辜 硬生生地 将那种复杂而矛盾的感觉 交织出一种异样的规律 有事 禁欲回过神 见女人用见鬼一样吃惊的眼神 看着她 疑惑地问 没 没事 回过神来 许念念赶紧捂着脸说道 这个禽兽怎么会在这 她可不想被禽兽看到 她还想好好过日子呢 被她看到了还得了 看她一身军装 又一副老子就是老大的神态 许念念决定远离此人 一看就很危险 那几次 就当喂了狗 嫖了鸭 可禁欲是什么人呢 侦察兵出身呢 岂会听不出来 许念念言语间的遮掩 就在许念念 要往前走的时候 禁欲突然伸出手拉住她 立声质问 你到底是谁 想要打探禁欲消息的人 实在是太多了 她自然不会放过 任何一个可疑人物 许念念为了赶紧避开她 走得比较快 于是 禁欲这一拉 非但没拉住许念念的手 反而扯到了许念念 裹着脑袋的粗布 就会把这些人赶紧避开 就会把这些人赶紧避开 再次评论